百姓 队长 他知道地方发生不知道 什么 看来你们收到我第二份惊喜了 你这丧心病恐的家伙 你知道那里有多少人吗 你是说那些活着的异议 只有进食而已的那些猪吗 再拿一桶水进来 这才要大的 你知道我们也不想这么做的 根据日内瓦公约 我是恐怖分子 不受公约约束 我才不是恐怖分子 你以为我是吗 不是吗 血欲告信 随机攻击 造成恐慌骄傲自大 目中无人自以为是 目光短浅 自使正义 幼稚天真 我还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但是 我还真找不出你 哪一项不符合恐怖分子的定义 在我看来 你就是恐怖分子 那些人 不 那些畜生 本来 就该死 该死吗 谁能告诉我 你我该不该死 除了法官 除了法官 又有谁能决定谁该死 谁不该死 我 那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啊 那就是我降生在这世界的原因 我行走于大地上 神物满 神物满间罪孽 你 不是吗 我看 我看看 杨丽田 现年三十岁 宗教家庭 有过一段婚姻 没有小孩 没有秦柯 父亲曾任职于国英事业 母亲人是会计事务总负责人 家中有三个兄弟姐妹 排行老三 家庭的俗世不太重要 还有什么 高中毕业后进入警察大学 在学成绩不错啊 但在同学师长之间的名声却不佳 当时主任的评语是 活有天赋 见解独特 但稍微偏激 好 知道 应该把你们这些潜在恐怖主义能力者 都先列管追踪 照你这样说 全台湾还有几千几万个恐 悟 分 子 难道 你要全部抓起来 果然是 我建议你最好想清楚再说 毕业后 我与当时的女友结婚 一开始被分配到行政组 半年之后开始转转几个部门之间 后来多次因为与同事及上司的严重不合 言语上的激烈冲突而离职 也就是说你就只是因为芝麻绿豆的事情就离职了 如果你对常年侦办案件的努力 总是被无知的上层变到一文不止 被同事冷嘲热讽就算是个 是你 也会想离职的吧 这难道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足所引发的吗 难道上司的经验知识会比你少 难道同事会故意刁难你吗 哎呀 果然是国家训练有素的公务员 那啊哈自我检讨自我整数是吧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让他冷静一下 干嘛的你这个王八蛋 姑娘 打算好好说话了吗 让你好好说话你听不懂人话吗 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 狗说的话 啊哈 有没有冷静一点 我们可以来点比较正常的对话吗 还是说 你想再多冷静一会儿 我跟你说 别的我不清楚 就这边我可以给你挂保证 这边最自豪的 就是永远强劲 令人永远清醒的冷气了 让你说话呢 哎 我让你给他冷静 让你山塌巴掌了吧 他还只是嫌疑犯呢 我们要是弄伤了那精致的脸 可不太好 是 很好 我们收到哪儿了 我们收到哪儿了 强劲的冷气 你脑袋撞到了是吧 我说案件呢 转心点 别被恐怖分子牵着鼻子走 你说谁 恐怖分子 这些恐怖分子啊 平常最喜欢 你说谁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不是吗 你说谁恐怖分子 谁打枪我说谁呢 这房间也才三平大 就你 我 跟小李三人 我当然不是了 小李跟了我两年也不可能是 这样 你说说剩谁呢 你脑子应该还顶用 说说看 我说谁呢 你 才是恐怖分子 我就才是恐怖分子 也是比你高干几百倍的 怎么会像你一样高高兴兴 屁颠屁颠的到处宣传 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我要不是自己走了进来 只怕你们查个几十年 都追查不到我身上 我这是在帮你们 省下追尾巴的功夫 那你何不再帮大家一个忙 把剩下的计划一并说出来 我想剩下的精血也都是炸弹吧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是吗 群龙的警察大人 没有吗 我以为像你们这种恐怖 ез子人 尚未请您过去一趟 哎 知道了 你好好盯着它 ley 安 f 也情况 哎,都要退休了,却摊上这麻烦事。 请进。 队长,您找我。 把门关上。 时间紧急,我直接说重点。 你那边进度,无论如何都要快一点。 这我心里有底,但怎么会要特别找我当面说? 上面来压力了。 上面?林丝? 局长? 还是市长? 署长? 难道是光头? 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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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我做什么?他们想要什么? 你也知道嘛,今年年底要选举了,他们需要尽快把这件事情落寞。 退一万步来说呢,外面已经人心惶惶了。 媒体啊,那些猎狗报道的,像是已经无政府状态了。 我们这边一定要有成果来安定冰心。 你要退休的没差,只怕呀,我们一票人都要换椅子坐了。 要成果我也知道,但我也得遵守法律,遵守规范。 不是上面一句话下来,我就可以声报告出来。 这是要…… 上面会帮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嫌疑犯。 什么叫干净的嫌疑犯? 外表干净,没有受伤,精神正常,背景挑过,封口过的。 社会无法接受一个警察背景的极恶犯人,我们也承担不起。 所以…… 那个房间内的情报,在这个事件过去之后,会直接消失。 上面会安排所有证据。 而你,怎能隐藏于大众的视线之外。 我了解了,我是这状况这下最合适的人选。 你了解就好。 等一切都尘埃落地之后,你会私下货班特别服务奖招,以及上面安排的特别优退。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会安排相关单位的顾问局。 优退跟安排的职位就不用了。 在退休前,这仅仅只是另一个任务而已。 你就欣然接受吧,至少也能保证你一家老小生活无语。 我想真正的原因应该不用我多说才对啊。 你……没有太多的选择。 ……也是。 ……那没有其他要交代的,我就进去忙了。 ……加紧行动。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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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